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还有一个更加为难的人 那就是我们陈先生的妻子 我们这位适婆婆的儿媳妇 她一直被夹在这对母子之间 而且在她了解到自己的先生在结婚之前 她和别的女人有过一段感情 并且有一个孩子之后 她真实的想法又是什么 爸爸和妈妈永远都很爱你 给你唱首歌啊 别那么调皮 不要动我了 画面中这位温柔美丽的女人 是陈先生现在的妻子萧雅 虽然丈夫经常不回家 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找丈夫大吵大闹 反而很能够理解自己的丈夫 对于丈夫给以前孩子寄钱 她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对待那个孩子 她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自大 她主要是就跟那个小孩寄钱嘛 她作为父亲有权力有义务 去杀养这个小孩 当时也理解她了 我觉得没什么 我也和她说 我建议她把这个小孩要过来 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反正我们家也有一个孩子嘛 两个孩子过来嘛 一起玩嘛 她挺好的 有个伴嘛 下风招影 我们不知道 现场的陈诗彤 在听到妻子说的这番话之后 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很想跟她说 非常地谢谢 这辈子 我不亏 这辈子不亏了 你觉得她亏不亏 她亏 那你怎么弥补她 做好我应该做的 我说 我不知道一个准则叫什么 反正我知道 对